要量、半人品的法国队这下范畴了,克罗地亚众望所归夺冠,希望大增,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两支球队正式出炉,法国队对阵克罗地亚队,而冠军也将会在两支球队的胜者之间诞生,从博彩公司开出的最新夺冠赔率来看,法国队依然吻压克罗地亚队, 巨星云集的法国队纸面实力是要强于克罗地亚队,但是能打到决赛的克罗地亚队实力也是不容忽视,虽然两支球队本届比赛没有直接交过手,但是从之前两支球队都交过手的阿根廷队可以作为一个对比,小组在克罗地亚和阿根廷队一个小组,夺冠大热的阿根廷队,被克罗地亚3比0T的光头,要知道那是阿根廷队巨星, 云集作用世界当今最好的球星梅西,整体实力比起法国队也不慌多让,但是却被克罗地亚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,而法国队是在淘汰赛遇到的阿根廷队,那场比赛上半场,可以说双方踢的是难见难分,下半场开始没多久阿根廷还领先一球,但是此时风云突变,姆巴佩突然站得出来,连续帮助法国队打进三球, 虽然阿根廷队在比赛中场前又打进一球,但是最终还是3-4遗憾地输给了法国队,从两支球队和阿根廷的比赛可以看出,克罗地亚队相比于法国队攻防更加均衡,在控场方面也更加老练,没有像法国队那样大起大落, 而那场比赛法国能让阿根廷踢进三球,不能说明法国队的防线差,毕竟队中作用,看特瓦拉内乌姆弟弟的铁腰,只能说明球队的战术体系不够成熟,更多的依靠球星的个人能力, 而从小组赛到决赛,法国队一路走来脱手争议,小组赛跌跌撞撞,八强赛减格乌拉圭和辛卡尔尼受伤的便宜,在球队领先的情况下,球队核心姆巴佩居然假摔, 而到了半决赛和比利师队,姆巴佩又戏弄对手,给这支法国队招来不少非议,正因为这种败人品的行为,让法国队成为众矢之地,而克罗地亚队从小组赛到决赛,一路走来赢得了很多对手的尊敬,连续翻场打进加时,最终都获得胜利,这种顽强,拼搏的精神正是一支冠军球队所具备的, 并且干净团结的打法,也是其他球队少有的,这下遇到克罗地亚这块硬骨头法国队可要犯愁了,毕竟众望所归的克罗地亚队占据天时地利人和,让他们夺冠的希望大增,最终有很大机会先分法国队获得冠军